另外帶你來看到林口區公所推廣可食的綠色地景 可說是不遺餘力 去年才剛在公所一樓大門旁邊種了一些可食植物 這些植物不僅可以吃 而且還達到了綠美化的作用 受到了民眾的一致好評 今年又在六樓的露天陽台 開闢了差不多10坪的開心農場 林口區公所推廣可食地景不遺餘力 即去年在公所一樓大門旁只栽了一些可食植物 不僅增添綠意也達到美化作用 受到許多往來洽工的民眾好評 近來又在六樓的露天陽台 開闢約10坪的開心農場 區公所為了響應市府可食地景的政策 即去年在一樓在花坡旁邊有栽植相關的可食的植物之外 今年在六樓的露台 有開闢將近10坪左右大的一個開心農場 公所巧妙地將陽台閒置空間改造成為栽種各式有機蔬菜的可食地景區 經過一段時間在可以採收時就會全部送給東南社區發展協會料理 提供老人共餐及獨居長者享用 相關的蔬果經收成之後 將為請東南社區發展協會來進行料理 並將料理之後的便當提供給獨居長者做享用 區公所指出露天陽台開闢可食地景不僅可以美化陽台景觀 對於降低大樓屋內溫度大有助益 又可以達到節能減碳效益 期望大家共同響應推動綠屋頂與可食地景 永佳的記者林口採訪報導